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位求助人 他来自河南 在他的记忆当中 六岁是他生命中一个最重要的时间节点 在他六岁之前 家呢是充满了欢声笑语 而他六岁之后 家就不再像家了 这位求助人 今天要来找的这个人 正是他六岁这个重要节点的 关键人 当时父母是特别宠我们那种 就是我爷爷也算是独生子他一个 到父亲那一代又是我父亲一个 我们那儿就是我们姐弟两个 爷爷包括父母对我们就特别的好 那时候那种大米嘛很少 也比较金贵啊 有时候就是种其他粮食换一点 然后就放到那儿专门给我和弟弟做 就是比如有一段我们两个吃的话 就是拿一个碗 抓一点米放一点水 隔水蒸 但是就是蒸好了 然后我父亲啊就喊我们 我们两个就很高兴地跑过来嘛 来有时候就是爸爸拦着我们 有时候就是妈妈拦着我们 然后就是爸爸来喂 一勺一勺的这样一个一个 一提一口的这样吃这样喂 吃完饭以后 一般呢就是我父亲会带着我们两个出去转一圈 然后就是把我弟弟举起来 两个腿一搭了 就是我们农村收到广加坡 然后就是手里拉着我就出去了 村里人基本上 你想我们两个出去 村里人也会说 就特别喜欢那种 看着两个小孩子白白净净的 特别好那种 这个脸上洋溢着幸福笑容的人 叫做宋丽娜 她来自河南 她呢是家里的老大 下面呢还有一个弟弟 再加上爸爸妈妈 家里还有爷爷 所以您看看一家只五口人 当时是特别的幸福 你看我们两个那时候特别小 家里为了有鸭子 他比较小于岁 老师我们去赶鸭子回去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两个人配合特别好 如果哪只鸭子就是跑丢了 他立马就能认出来 实际上那时候我还是蛮懂的 你随一群鸭子 我还认不出来谁家鸭子 里面有一只是我家的 他就能认出来 那时候就是我们村 周边那些小村 他会演那种戏 就是我们河南那种曲句啊 玉句的什么的 爷爷啊 父亲啊 反正他们就说会带着我们两个去 妈说听不懂就看热闹 看着人家在台上啊 招呼来招呼去 穿得滑滑绿绿啊 而回来也就是学啊 翻墙倒柜的妈妈的衣服啊 父亲的衣服啊 反正就是什么花 就捞什么 不管是单子啊什么的 然后都是穿上他们大人的鞋啊 衣服就往身上照顾 然后就是学那些细里的动作 拿个棍子啊 或者是唱啊什么的 就在那捂着 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我 到现在为止最快乐的时间 是啊 您看 家人在一起才是最幸福 才是最快乐的 可就是这么一个 又机灵又聪明的弟弟 却在一次跟妈妈回娘家的路上 不幸丢失了 那一年 宋丽娜六岁 她的弟弟刚刚五岁 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之前说了 六岁是宋丽娜生命中 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而今天宋丽娜要来寻找的 就是她的弟弟 六岁那年秋天 妈妈特别想家 本来父亲跟妈妈结婚以后 他们也没再回家 后来就是 妈妈跟父亲商量好几次 说回去 太忙了 最后商量结果就是 妈妈带我们一起去 后来就是有一天 妈妈拿着爸爸给她准备的钱 带着我们姐弟里 两个收拾了几件衣服 坐车 就准备回到我那个外婆家 来我们就是坐上车 可能那时候 就是坐着转车 什么的 印象里就是坐着停停 那样的 然后 有一天 可能是到了四川 也可能就到了湖北吧 我和弟弟那天就是闹着玩 我记得我跟弟弟都 两个就在地上滚 在一个 应该是街上吧 我们在那滚 等我起来的时候 就发现弟弟不在了 然后起来 起来就跑向妈妈 当时妈妈离得不远 然后就拉着我 拉着我就在那旁边找 反正问了别人都说没见 这个时候我就说 妈妈就好像着急了 比较着急 拉着我就是 奔着找 奔着找就跑 那时候头发就是 处于那种乱碰碰的 然后就是看见人就问 问人家 你看见有抱小孩的吗 看见人就问 那时候就是 在妈妈身边特别害怕那种 我现在感觉就像是 就像疯子一样 我们两个在大地上 碰到人就问 问人家有没有看到小孩 什么的 反正是看到小孩也会 也会去看 再后来就是没做过吃 我跟妈妈两个没做过吃 就一路走一路问这样 我不知道现在说是 算流浪啊还是算什么的 反正有时候就是碰见人家 试试一点 给点吃的 或者留什么 留宿一晚啊什么 那时候走了很久 也问了很久 反正一直没有弟弟的消息 就这样 只有五岁的弟弟不见了 母亲当时非常的着急 第一时间到处去寻找 但是哪找得着啊 妈妈太急了 这两个孩子你说 都是身上掉下来的肉啊 天天抱着背着 一点点养大的 说不见就不见了 您说哪个妈妈能接受得了啊 最终呢 还是在好心人的帮助下 这娘俩才顺利地 来到了四川外婆的家里 到了家之后 外婆一看 哟 这小孙子不见了 坏了也着急了 所以赶紧报警 然后呢 也是第一时间 给宋丽娜的父亲写了信 那个时候呢 宋丽娜妈妈的状态 稍微好了一点 所以她白天出去干活 干完活 就赶紧到处转悠 去找弟弟 没过几天 宋丽娜的爷爷和爸爸 也赶来了四川 爷爷带着爸爸 反正他们两个过来了 我那天其实挺好的 吃了饭 我出去玩 他们就是可能在屋里 说事吧 应该是又过了两天 爷爷跟父亲带着我 说带我回家嘛 说带我回家嘛 那时候也有意识 说妈妈为什么不回去 可能父亲跟爷爷开始 就是含糊其词那样 后来就是说我们先回去 回去以后妈妈再回来 然后我们三个回去以后 基本上爷爷跟父亲不准再提这事 就是那时候小也不太懂 就是想着妈妈应该会回去 对啊 有一家人那时候没什么理由不信 我觉得 然后我们三个回去以后 基本上没说妈妈 就是这个事 有时候会问 问他们也不怎么说 可能就说妈妈不回来 或者怎么说 有时候爷爷也是跟父亲 会问我弟弟的事 就是弟弟真的丢了吗 或者怎么呢 反正就是这样一遍一遍地确认 您看看 本来一家是幸福的五口人 就因为这次意外事情 变成了三口 小时候宋里娜一直觉得 妈妈可能过一阵子就能回来了 但是看着爸爸爷爷的反应 他慢慢地意识到 妈妈不会回来了 小当时不太理解 所以也就跟爸爸闹 说要找妈妈 而随着他一点一点地长大 他慢慢地意识到 原来就是因为自己弟弟的丢失 让爸爸妈妈之间产生了隔阂 产生了矛盾 所以爸妈就这样离婚了 而妈妈呢 也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慢慢地对这样的情况 小宋里娜也只能接受了 家里只剩下了爸爸和爷爷 和他一起生活 那时候回去以后 回去以后就是家里特别冷静 我父亲跟我爷他们也两个可能会谈 但是每次就能听到他们那哭声 那时候就是生活特别压抑啊 这一年妈妈不在身边 爷爷和爸爸也整日以泪洗面 小宋里娜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有的时候 他就只能默默地待在自己家的角落里 祸不单行 就在弟弟丢失后的第二年 他的爷爷被查出患上了癌症 没过多久也病逝了 您看看 一开始是幸福的五口之家 后来变成了三口人 现在呢只剩下小宋里娜和爸爸两个人了 那个时候小宋里娜知道 以前那个充满了欢声笑语的家 再也不会出现了 以前我们家都是过年也特别热闹啊 一家人吃团圆饭吃了 我爷爷啊或者父母啊 给我们一脚两脚这样发压碎钱啊 什么的 我跟弟弟会给爷爷磕头啊 给父母磕头啊 像这样 就剩我和父亲我们两个 我爸那时候可能就是 唯一的责任就是现在 他觉得他就是必须要把我养大 实际上我爷离开我们以后 就是后来的几年里 我爸身体就越来越不好了 我记得那时候 我爸可能就四十几岁了 一化脑血酸 他把我托付给那邻居嘛 回来就跟我说 那头上扎了多少针多少针 然后就是每天下午 我去挥个那端药 那时候就特别怕 那时候实际上已经知道 已经感受到那种 必须相依为命 只能相依为命那种 父亲也不容易 为了能够把小松林娜拉扯大 可以说是吃了不少苦 他一边要种着家里的吉姆地 一边还得抽空 四处出去打点零工 喝到这个瓶瓦 还烂得我坏的血 是不是 还得喂他一会 是不是 那是经常抱 又是北桌 一会儿工要脖子的 那往那农村 又人家装上长鞋了 那放了北桌 一会儿工要脖子的 那你能不拿 有的时候爸爸一出去干活 就是两三天的时间 而那时候呢 刚刚八岁的松林娜 也已经学会了煮饭 你看 小小的松林娜 因为弟弟的丢失 因为家里一系列的变故 迅速地长大 我记得我上早子起 可能三年级的时候吧 早子起回去 我爸在地里搁门 然后别人家回去都 孩子们回去都吃早饭 然后我家就是 我父亲还在地里忙 我得做饭给他端去 那时候可能小也不懂什么 就去做那个稀饭 然后就是 你要去上学嘛 然后又要送饭 就特别着急 水滚 水开不太长时间 就成了 然后没菜嘛 那时候还不太会炒菜 凉拌菜 有什么拌什么 我记得那天就是 拌那个豆角 我父亲爱吃辣椒 就豆角 辣椒一起拌 盐 然后醋 然后就是有麻油 放麻油 这样 反正就是放了 搅拌搅拌 拿两个馒头往上一放 盯着那个 半生不熟的稀饭 就送到地头去了 那时候实际上 我父亲吃的时候 还是挺乐呵的 也没说我 就是 乐呵呵的嘛 只是吃了以后 就是告诉我 反正就是 不管什么饭 做得好 做得坏嘛 做熟了就行 父亲本来就不善言谈 自己的儿子丢失之后呢 他的话就更少了 但是看到女儿 这么懂事 父亲心里 还是特别的高兴 但是他嘴上 还是不会怎么说 所以能做的 也就是给自己的孩子 做一顿他爱吃的饭 可能弟弟不在 他把那个喜欢寄托到我身上吧 反正每次我觉得 有什么好吃的 他 我们两个人 本来都能吃一点 他反正就是不吃 到现在他也有这种习惯 不吃 留着就是 如果我喜欢吃的话 他就不吃 留着拿把我多吃一顿 记得那时候 有时候考试 成绩还可以 他就会去炒肉 买一块肉 回来做了给我吃 慢慢地 小松丽娜长大了 她能够照顾好自己了 那个时候啊 松丽娜就发现 父亲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把自己托付给邻居照顾 然后呢 以打工干活为由 一走就是各把星期 一开始啊 松丽娜想着 父亲是要出去 想多赚点钱 没太多去想 直到有几次他发现 爸爸走的时候啊 这个情绪还是好好的 可是回来的时候呢 情绪变了 特别地不好 低落 而且整个人 精神状态也特别地蔫 村里人 有话说啊 你爸要去找你弟弟了 怎么怎么的 那时候可能就是知道啊 爸爸每次出去找弟弟 有时候也抱着希望去 好像听人家说 哪儿哪儿啊 那时候我们就是说 抱一个小孩子啊 什么的 就是有小孩子 或者反正是听一段 风吹草动 他就会去啊 我爸爸就是这种 听到一点消息 就出去找这种状态 可能十年 可能更久吧 每次都是 巴着希望去啊 然后失望 失望着回来 从爸爸种种的表现 宋里娜迟到了 其实弟弟在爸爸心里 一天都没有丢过 这么多年 爸爸是又当爹 又当妈 照顾自己 而且心里还一直 惦记着丢失的儿子 所以爸爸心里苦啊 宋里娜小的时候能做的 就是给爸爸做顿饭 端杯水 而慢慢他长大了 他也知道了 对爸爸最好的孝敬 就是能够找到弟弟 让爸爸从丢失儿子的痛苦中 走出来 所以宋里娜为了减轻爸爸的负担 他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了 他一直也是偷偷地攒些钱 就是为了将来能够到处去寻找弟弟 帮着爸爸找弟弟这个想法 落到行动上 其实也是一次意外 这次意外 让宋里娜不敢再等 不敢再耽搁了 我记得 可能是在一个冬天吧 下大雪了 那天晚饭之后 晚饭之后 他就 应该还在吃着饭 不是怎么的 就扑腾一下子 扑腾一下子就倒地上了 然后我很害怕 那时候真的特别害怕 那时候就是 把父亲那个头上 垫的东西就去 叫邻居 然后他们把他送到那个医院 好几天吧 老鞋酸 他把当时可能就四十几岁吧 挺年轻的 那时候还好 年轻恢复 恢复能力又强一点 但是从那个时候起 我觉得 每天晚上睡觉 睡觉我就要 只差这两个耳朵 怕 特别怕 有时候 因为就那时候开始起 我父亲那个 就特别容易晕倒 有时候冬天 他起夜 也会晕 所以那时候睡觉 就是特别寂静 有一点 就是晚上他起来 只要他有一点动静 我就要听 听着他就是 安全全地就是回去 回到床上去睡觉 才放心 那时候就老想 爸爸好好活着嘛 长大和我就 有能力去找弟弟 我觉得只要爸爸在 我们就是有希望吧 正是父亲的这次意外晕倒 让宋丽娜知道了 找弟弟这件事 必须加快脚步了 当时啊 她是在广东的工厂里打工 从十几岁开始出外打工 一直到二十一岁成家 这么多年 宋丽娜始终没有放弃 寻找弟弟 到了后来 父亲年纪大了 身边也不能离开人了 所以宋丽娜呢 就回家结婚 再后来 她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当父亲看到 宋丽娜的孩子之后呢 久违的笑容 才又出现在 老父亲的脸上 宋丽娜心里知道 爸爸这是把 对儿子的想念 对儿子的爱 都加在了 自己的外孙身上了 宋丽娜也清楚地意识到 这个家 真的只有 自己的弟弟回来了 才能真正交加 那年我二十一岁 经人介绍 跟我老公结婚了 后来就是 生了一个女儿 一个儿子 感觉就是 那几年父亲 就是开朗了许多 我们那儿过年挺有气氛的 你像我跟我父亲在家的时候 两个人过年冷冷清清的 但在我婆家头不一样 每年大年初一 全村的小孩子 他就会集中到一块 每家挨年 挨家挨户的半年 我记得那年就是 我们四个 就是我和我老公 还有我两个孩子 我们四个出去拜年 我公公跟我婆婆 他在后院守着 然后我爸就是在 我新秀的房子前院守着 那些孩子都是过来嘛 说那个新年快乐 爷爷什么的 我父亲就特别高兴啊 装上准备那瓜子糖的 什么的大把大把的装 那时候其实真的挺高兴的 我父亲就是属于那种 没有文化不善表达的人 但是像对弟弟这个事 他心里是都在 有时候怎么说呢 这个事可能就是 一辈子不能忘的那种 他就很希望 其实我们就是一样 非常希望这个家能团圆 我就是非常非常渴望能找到弟弟啊 所以我带着他就是到这个 等着我这个节目来报名 我希望非常渴望能见到我的弟弟 接到宋丽娜的求助之后 我们也立即联系警方 帮助他展开寻找 接到求助之后 我们第一时间调取了当年的报警记录 查找线索 同时我们也采集了父亲宋海军 和姐姐宋丽娜的血样 将其入库比对 经过采写比对 警方呢是在四川江游 找到了一名男子 他的血样初步比重 所以第一时间 警方也是对他们双方 又进行了附和 那么这个男子 究竟是不是宋丽娜的亲弟弟呢 弟弟我希望你回来 爸爸如果见不到你 他可能 可能就是他一辈子的痛吧 如果找到弟弟 我觉得我这个家就在 我这个家就回来了 你们好 我是等着我训练团的警官 我是何南省南岳市 公安局民警肖振宇 我要告诉你们的是 他就是你的亲弟弟 就是失散了37年的弟弟 宋宗敏 我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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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苑 秦苑 我看见了 我看见了 我看区503 我不心多售 出席 tyres 愈 надо 就跟母亲们 陪姐姐 在一起 当时我贪玩意 好像跟玩意都走丢了 然后回过头去看 看不见人了 都不知道在哪里找 然后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时候就站在那里 过了一段时间 我那个洋物就看见了 当时说要找妈妈找妈妈 然后回头去找 也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 然后天都快黑了那时候 然后他把我领回家了 当时有个邻居说他看了就看见了 然后他说在哪里 哪里碰见过的 然后回头去找 跟我现在这个养母去找 他也看不见人了 根据弟弟的回忆 当时他是和妈妈姐姐分开之后 遇到了好心的养母 养母也第一时间报警 也跟村里的村委会去商量 说该怎么办呀 不过他们一直等了各把月 都没有人找来 那也不能一直这么等下去 所以后来养母就办理了 正式的收养手续 把这个小男孩收养在了自己的家里 这些年来养父母和村里人 也一直都在帮他寻找亲生父母 但是很遗憾一直没有找到 这么多年养父母对他很好 而现在他是在宁波工作 已经结婚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今年他得知 可以通过采写方式来寻找家人 于是就第一时间赶去了派出所 进行采写登记 这一刻他们是幸福的 是团圆的 多年后 弟弟回到了自己家人的身边 所以在这里 我们也祝福他们未来的生活 能够更加幸福 感谢观看